日本加里敦为什么会越来越多? 加里敦Hikikomori是指一些人长期隔离在家中,不参与社会活动、学校或工作,通常表现为极度的社交回避。 这一现象在日本有一定的存在,而导致加里敦增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。 社会压力和竞争 日本社会对成功和竞争的压力较大。 学生和职场人士可能面临激烈的竞争和高强度的学业或工作,一些个体可能因为无法承受这样的压力而选择逃避社会。 学校压力,学生在应对入学考试、升学考试等高压的学业压力时,可能感到焦虑和失望。 一些学生可能选择躲避这些压力,不再参与学校或社交活动,就业不确定性,随着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加。 年轻人可能面临着就业困难,缺乏稳定的职业前景可能导致一些人失去对未来的信心,选择隔离自己。 社交障碍 一些家里端可能患有社交障碍或其他精神健康问题,导致他们难以适应社交环境。 家庭因素 家庭环境也可能是家里端现象出现的原因之一。 有些家庭可能被孩子过度保护,或者存在家庭问题,这会影响个体的社交能力。 虚拟社交的替代 一些家里端可能会在虚拟世界中寻找替代,通过互联网和游戏等手段满足社交需求。 但这种替代并不能解决真实世界的社交问题。 文化因素 在日本,一些文化因素也可能影响家里端现象,例如对个体的社会期望和角色期望的压力。 政府和社会团体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,通过提供心理健康服务,职业培训,社交支持等方式来帮助那些遭受家里端问题的人重新融入社会。 然而,解决家里端现象需要综合的,长期的努力,涉及教育,医疗,就业等多个领域。